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為大家介紹 T&D公司它所出產的兩台溫濕度紀錄計 分別是TR72NWS以及TR72WBS 這兩台機器的基本操作的說明 這兩台機器在大小以及重量上面是一樣的 都是屬於非常輕巧也非常好攜帶的一個重量 Sensor的部分兩台機器都是用同樣的高精密度的一個Sensor 統一插在我們機器的左手邊 那在電的使用方面 兩個機型都是同時都可以使用我們的雙A電池 那NW系列多了一個供電系供電的方式 就是我們的PoE供電會在它的機子的右側 那NW系列它的多了一個供電的方式呢 就是在我們的USB供電 這兩台機型共同的一個特色就是它可以內建至少8000筆的儲存 那它的記憶體容量非常的大 應該非常的足夠各位如果要對溫濕度上面紀錄上有需求的使用者 好在使用上我們拿722WB-S來做一個操作上的說明 好機子裝上電池之後 左手邊會有一個紅色的小按鈕 這個按鈕長按大約一秒 機子就會開啟 機器開啟之後 將我們的感測器安裝上 安裝上之後它會用最快的速度 將現場的環境的溫濕度做一個感測以及顯示 接下來在它顯示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想要讓它只單獨的顯示溫度 或者是單獨顯示濕度 請你按Display這個鍵 如果什麼都沒有按的情況下 它就會像現在螢幕一樣 做一個溫濕度的輪迴跳轉 我們按一次 左邊顯示數字1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溫度 再按一次 顯示數字2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濕度 再來第三次 它就會回到原本的預設值 會做跳轉的動作 接下來提到它的記錄功能 它的記錄功能裡面 它有15段的選擇模式 我們可以從按第二顆按鍵 去改變它的記錄間隔 長按第二顆按鍵 它就會出現 你想要記錄間隔的時間 它會出現閃爍 它會有 持續的選擇你想要的模式 你可以從1秒鐘 10秒鐘 20秒 1分鐘 10分鐘 甚至是一個小時 都可以在上做設定 最高就是一個小時做一次錄一次 最短就是1秒鐘 決定好了之後 就放開 它就會自動跳回剛剛的溫濕度記錄顯示模式 當你要開始使用記錄功能的時候 請你按下右下角紅色這顆鍵 一樣長按大約1秒 當左上角顯示REC的時候 就表示機台已經正在記錄我們的溫濕度 如果要關閉取消 一樣我們長按紅色的錄字鍵 直到顯示幕上的REC字樣消失之後 它就停止記錄 好 以上是我們TR72的MW以及WB基本的操作說明 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 謝謝大家 看看